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27日 星期五 這集主角 叫洗米華 洗米華是綽號 我也不明白為甚麼會有一個綽號叫洗米華 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綽號洗米華的周卓華是太陽城集團的老闆 主席 涉嫌 在大陸開島 被溫州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 然後說了一大堆跨境賭博犯罪 洗黑錢 還要走資 用地下錢莊 要跟大家說說 現在公安勸他盡快投安置首 是不是預約拘捕呢 當然不是啦 也找不到他 我們想跟大家詳細說一下洗米華這件事 不過說之前 要跟大家補充一下洗米華 這個花名 因為我看到特意去找一下維基 維基是錯的 維基裏面 就將洗米華有一個爭議性 他飾演洗米華角色的 那個名字 就是梁思浩 梁思浩之後 大家都只記得他的花名是洗米華 為什麼呢 原因他裏面說了一個爭議角色 因為梁思浩 劇中的名字是《鮮米華》 所以 被人不認為是洗米華 這是錯的 有一集我記得清清楚楚 就是當時他跟家人 梁思浩 跟家人 在吵架鬥嘴 家人說如果你可以三天內不認自己是洗米華 就當你贏 事情剛剛發生在有一件事 他們好像在屋邨還是在哪裏呢 抽獎 那麼他們 這個抽獎的人叫出一個名字叫洗米華 然後他就看著家人 就覺得家人整股他了 就特意寫他的名字叫洗米華 抽中你了 那你上不上台拿獎呢 當他掙扎了很久 也是拿獎了 結果就有一個叫鮮米華的人出來 不好意思讀錯了 這個叫鮮米華 所以有人不以為 他在這個城市故事裏面的名字叫洗米華是錯的 他在這個 城市故事裏面的名字 其實叫做 許智華 因為當時 他的角色 他父親叫做許潤 其實就是曾近榮 曾sir 他父親叫丁欣 是丁欣 這個大哥是溫兆倫 這個二姐姐叫做 劉淑華 另外還有一個表妹叫Winnie 叫何美亭 裏面有很多人的 基本上 因為他是屬於那種 類似 香港八一 香港八二 那個 那些叫做處境喜劇 所以呢 全部 都是 整個無線 幾乎所有人都有客串 我記得當時郭富城是做的同學 說完洗米華這個歷史 不要全部相信維基 維基也有錯 因為我記得很清楚 很清楚 維基如果你們是誰 要的就改回去了 他叫做 許智華 不是洗米華 為甚麼叫洗米華 我也不明白 可能是洗米 即是經常負責授洗米華 說回主角 周卓華 暫號洗米華這個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後備頻道 免費贊助 內地環球網引述溫州市公共同局的官方微博 平安溫州 指暫號洗米華的澳門太陽城集團主席 周卓華 涉嫌在中國境內開設賭場 被溫州市人民檢察院批捕 報導說 周卓華的跨境犯罪集團 已經在國內發展了8萬個會員 涉案金額特別巨大 報導有引述公安機關敦促其盡快投案自首 爭取寬大處理 平安溫州的消息 2020年7月 去年 在浙江省溫州市公安局已經對周卓華 以及同伙張玲玲等人開設賭場 立案調查 其實 他們是在網上賭場 沒有在他們開實體賭場 因為實體賭場 就要派片 派很多片給公安 要跟公安夾訓 因為如果你沒有跟公安夾訓 賭場是不能開的 或者有解放軍背景 當然他可能也有買通 不過 派片會少一些網上賭博 該案子 自2007年以來 周卓華在澳門等地的賭場 城城包賭場 之後發展境內人員 為股東級代理和賭博代理 通過車輛接送服務和技術支持等方式 組織中國公民到其承包的賭廳參與境外賭博 在中國境內成立資產管理公司 為賭客用資產換取 籌碼 提供服務 甚至幫忙追討賭債等等 他也是利用 找碗店做地下錢莊洗黑錢 報導說 2020年7月 以周卓華為首的跨境賭博犯罪集團 共有股東級代理199人 即是大陸的 賭博代理199人 賭博代理12,000人 即是爬仔 白馬仔之類 中國境內賭客公園有8萬個 涉及金額特別巨大 嚴重防害了我國社會管理秩序 新聞很簡單 但內容很複雜 因為其實去年已經動了 為甚麼沒有份呢 原來 牽涉到 據說 他 是習近平的表弟 跟周卓華 是有合作的 所以才是 不動了 不過這件事未被證實 我們另外可能要開一節讀入港 這次 洗米華在大陸 被大陸 跟他翻台 其實 令到澳門整個賭壇 或者整個賭博界 人心惶惶 因為 整個澳門 全部人 都在做跟他差不多的事情 澳門很多賭廳 當然沒有他做得那麼大 但是他們 主力地做的都是大陸客 他們很多時候在賭廳開直播 其實也是假的 就哄大陸人去賭錢 直播百家樂 你可以立即代理買 其實很多影片 當然很多時候是 經過處理的 未必真的直接在那裏現場 又或者是演戲 很多大陸人上當就被騙 當你小的時候就被你中 大那些就殺你的 所以 這些 不是一間的 很多都是這樣做的 加上這個 肺炎 超過一年人去不了 更加是網上賭博 更加熱烈 他們那種網上賭博 其實也是 直播的 表面上都是很公平 直播 例如大廳 或者哪個 貴賓廳裏面有些 賭錢 在開八家樂 你可以立即下注 這次多少錢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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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他們有很多種做法 其中一種 就是賭台底 免多少錢 台底賭多少錢 免的那條數就交給阿公 台底的數 大很多倍 據說 因為他們連賭場 交給賭場 那條數也不用交那麼多 台底的數 就賭大很多 由於賭廳 他們也吸收了很多資金 其實這個 周卓華 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嚴格來說是一個 踏馬仔的商業奇才 他比他阿公 崩牙區更加出色 崩牙區真的是靠惡 靠惡 靠惡起家 他真的是吃老的 當時 他在流傳 當時的爬仔 他在回歷 據說1994年開始做爬仔 他當時30歲 他在1974年出生 1994年20歲 他當時 在回歷 天橋去回歷 問人家 要不要幫忙 那些 其實是在做爬仔的 其實爬仔不是踏馬仔 大家記住 其實澳門不是很多踏馬仔 真的在廳裡面才有踏馬仔 外面的那些全部都是爬仔 其實就是放貴里 那麼他 據說 坊間傳言 說當時的貴里 你借一萬 就會靠2000元利息 實際上給你8000 你賭輸了要還一萬 那麼他當時 就馬上想了一件事 我給你賭 給你一萬 不過 你每買 買出多少就扣一成 那麼 如果這樣做 其實他 抽多很多水 一萬元借給他 分鐘就抽10萬元水回來也未定 只要那個客人賭得來 賭足通宵 如果賭到一晚 他就發財了 亦都是這樣 令到他 一戰成命 成為了很多 很多人 抄襲的對象 到了後期 整個澳門放貴里 全部都是做這件事 澳門以往 如果說澳門賭場 其實就是兩大勢 要是水防 要是十四 水防當時有水防賴 十四就是 崩牙區 是不是十四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 因為始終 沒有去考究 不是研究黑社會歷史 以往 在蒲經門口的那兩部提款機 其實也是全都是勢力 水防 就是匯豐機 十四就是 中銀機 我不知道是否調轉 總之 每一邊 只能夠是他那邊人找到 分開兩部 匯豐機是比較多的 所以 由當地勢力最大的人 去壟斷 連這些都會分的 分得很仔細的 現在有沒有再改變 我不知道 太久沒有去 我都被拒絕入境很多次了 最後一次 2018年 最後一次去澳門也是 之後也沒有去過 說回這個 周卓華 這次 他這樣出事 其實是 牽涉到甚麼呢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其實一集說不完 整個澳門 嚴格來說 我早幾個月分析給大家聽 習近平一定向澳門 開刀的 一定是重手開刀的 為甚麼 他認為 你是不理於他的統治 一定是煞無射 為甚麼教育培訓事業 像素王那樣 破門移入 把那些補習先生按在桌上 你好像綁架人質 還是素王 還是素毒 那些手法 你把補習先生當作甚麼呢 原因就是他覺得你補習 令到家長教育開支貴 人們不肯生孩子 所以就要打死你 往死裡打 這樣賭場 其實每年幫中共割喉 放血幾萬億 中共大量的貪官 大量的商人 在澳門輸身家 整個身家都輸了 被人押回大陸 官員很少押回大陸的 不過 他在澳門輸了錢 又要貪污 然後可能是 挺而走險 在那裏抽些錢去還債 最終 釀成很多大陸的 社會問題出現 澳門的問題 其實香港已經發生過了 但是 沒有辦法 全部都是落了雙人袋 現在不單止是這樣的 不是只是澳門 不是只是開賭場的人發達 現在還是令到歐洲或者美國 其實沒有歐洲 主要是美智 永利和金沙 這兩個大集團在這裡吸了多少錢 還有美高煤 一半給外資吃了一點 然後你們幾個人發達 中央閉毅 在這裡每年割喉 放血幾萬億 你覺得他會不會動你呢 我認為 接下來澳門的下場 其實可能比香港人更慘 為什麼呢 因為你聽話 你聽話 我要你自問 你是不是要謝主隆恩 所以不是說危言送聽 接下來 會很大力打擊 而且 好像 洗米華這樣做法的人 其實不少 當然沒有他的規模那麼大 每個人都是這樣做的 所有客人都是大陸來的 他不搞大陸搞誰 當時 我們聽過有一個 在廣東 不知哪個地方 總之是南潘信 寫入那邊 他們是一個村官 他說他 在澳門的時間 一年 是有180多天 基本上他隔天就去一次澳門 他在百家樂桌 上面套牌 他在他的寫字台辦公 大家想一下 多誇張 你看到那種賭博 令到大陸人 其實是很瘋的 去到澳門你會看到很多大款 很多大爺 也很多輸了 所以 澳門是接下來的習近平 一定要打壓的一個地方 現在澳門 其實那些人開始害怕 支持我們說他也不相信 現在 動洗米說 洗米說 究竟是不是跟習近平表弟有聯絡 或是跟他有勾結 甚至乎找了他做後台 所以一年之後才動他呢 其實他一早就收到風已經走了 有網友在ViuTV看到他 好像在畫雪果在瑞士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 可能是早幾個月拍 不過 現在 公安說呼籲他 爭取寬大署 要他自己投案自首 你覺得他會不會投案自首 投案公司是傻的 回到去 你還有幾天出來的 拿著現在說真的 別說多錢 10億也花不完啦 哪用 回去的 這節先說到這裏 因為接下來我繼續跟大家說 拜拜 策略 會不會 雙方 搭到 雙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